心态化 那么现在许多 社会上许多大众 把佛教 把宗教都看作迷信 念老板年事 改成尽宗学会 这是修行的道场 尽宗学院 是研究经教的道场 这个好啊 真正跟上了现代化了 那么学会成立了 念佛堂建成了 要怎样认真学习 达到我们将来 理想的目标 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一时钟 追随着下老 跟花年老 一句佛号 一不尽 金就是无量寿金的汇集本 花年老局势的脊柱 我们就是一者 这个发门 是我的老师 李宾南老局势 交给我的 这一本金 他自己做了一个梅著 过去在台中讲过一遍 我没听到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 还不认识 以后到台中去之后 老师把这部金交给我 我看了非常欢喜 当时我就发愿 我一定要弘扬这部金 不辜负 不辜负老师 对我的期望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们始终 不已 不必 就是弘扬这个本子 在国内 在国外 那么去年 年初 来佛寺 老和尚 行公老和尚 往生了 一百一十岁 一生就是一句佛号 这是他流利平光帝